嗨嗨 居馬Overroad的那薩利克之王 這是我現在目前的工會 然後這是目前有在玩的人 我都刪得差不多了 因為在那個 世界征服期間是不可以刪人的 那我就趁機刪人這樣 那希望有工會可以來合併我們 因為目前我這邊只剩下12個人 對 有一個已經不知道還會不會再玩 好 反正就是12個 那還是說你們要加進來也都可以 重點是世界征服這邊 我們常被打敗 好啦 那今天是要講白夏的部分 那講白夏之前呢 我原本是想說要去B站那邊 去把白夏原始的面板跟數值 還有技能給拉出來比較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抽 可是我覺得這樣好麻煩喔 玩個遊戲為什麼要這麼累呢 對 那我 承認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如果絕食絕命出來 要先比較一下跟路板一步一樣 那可是因為 這個想法在今天我想通了 應該是說我抽獎的那一天我想通了 我現在目前白夏是四星 對 四顆星 那中間呢 歪中了一隻 鈍牙 所以我鈍牙現在呢 是處於 就是 五星加 三分之一星 五加三分之一星 好 隨便 因為那時候就有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 所以很多角色都沒有把它 用碎片 因為你們知道玩共鬥的時候啊 可以把 碎片 就拿到這個碎片 共鬥的時候 好 那就 不多說了 就是 這邊這邊這個 最大獎這個 好 就這個 好 就這個 對 所以共鬥目標是為了拿碎片 那之後沒比較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 就算是絕食絕命出來啦 就是其中這四隻 一定要抽的嘛 白夏 那你們現在有抽了 也知道他的威力強大了 那畢竟是 也不是法師是補助 所以 對你的很多時候 的關卡 如果你是 防不住的 你就把白夏放上去試試看 那不是攻擊力不足的喔 是 防不住的啦 或是補不來的啦 那些關卡都可以試試看 你就會有一種 意想不到的 結局 就是會贏 對 那也有可能會輸 對 那就表示你攻擊力 那你防禦力跟你的 呃 角色的練度也不足 對 那這個狀況下呢 就是只好 等 就是絕命 或是多練其他幾隻 那其他幾隻練完之後呢 解放這邊就會看到 下面這個有屬性加成 角色屬性加成 那每一隻都有每一隻 的任務 啊基本上都是一樣 達到幾星啊 戰鬥力達到多少啊 那這邊就會再有一個角色加成 那這邊就會再有一個角色加成 弧光啦 改換 所以呢 多練角色是有用的 那你首先要把你角色練起來 就是你常用那幾隻先練起來 那其他可以慢慢再來說 好 那之後呢 就是在等那四隻嘛 那四隻 那四隻 我覺得如果說 數值 台灣的跟路版的不一樣 那了不起就是不要玩 對 所以等絕食絕命出來 我會全力去抽他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花了200 戒指 抽白夏 然後又花了 100 虎光券 然後抽 白夏的 專屬 虎光 那異世界召喚我這邊 可以召喚140次 然後 暮去的虎光 這個 常駐的啦 常駐詞的部分 這個暮去的虎光跟 抽虎光是同樣一個 所以暮去的虎光 我角色的部分 可以再抽140次 那中間會有歪到 這是我的理想 對 所以真的也歪到一隻 就是盾牙的部分 OK 那我們繼續 我們這一集主要是在講 白夏 白夏呢 他的 面板的部分 攻擊力很高 對 然後他的 自帶效果是 沒有的 對 所以呢 他是一隻 滿白的角色 所以你不用期望他會血戰啊 助戰啊 或是天生暴擊很高 暴擊率很高 沒有 那但是因為他的技能 很Bug 那大家用了應該也知道 第一招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對敵方 對我方 但是他不可以同時施放 之前在講白希 的時候 我也以為他是可以同時施放的 就比如說 他攻擊敵人又回自己血 沒有 他回自己血就不能攻擊敵人 那他攻擊敵人就不能回自己血 我把一切想的太美好了 然後 戰鬥時候我也沒有很仔細看那個 白希的戰鬥表現 只知道說 他是一隻還不錯的角色 就是在回血能力方面啊 這樣 好 還有一些補助方面 那 雖然白夏貴為技師 可是他完全不會補血 他只會 給你護盾 那護盾我之前講過嘛 你把它 想成另外一種補血 對 那很 就是每個遊戲 的護盾 基本上都是沒有回合限制 但是這個遊戲有 對 如果 補師的話 他再怎麼補 極限就是這裡 對 可是如果你是護盾的話 他可以再 多出一點 就是超過 你的血跡限界的 多 就超過你那個 血的上限 的多一層 每個遊戲都這樣 那如果你 血已經少到 這種程度 的時候呢 只有這樣子的時候 那你 護盾再加上去 他有一層血 雖然是有 這個遊戲裡面是有 回合制的 而且是大部分都是兩回合 對 當然還是很夠用 而且他擠方的時候是拉條加護盾 我在想 他可不可以 就是指定我方 對 可是 不好用 不好用 所以他要用的時候 真的是就是 要手動 手動 你可以感受到 他的威力 如果是自動的話 電腦判斷的話 他永遠不會幫你的角色加護盾 對 所以 這隻就是要手動玩 所以 自動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點 失望 因為他 不時的會攻擊到對方 你就算指定我方 角色 給他 補啊 或幹嘛 優先順序 可是他還是會攻擊到對方 好 那第一招就是 除了平A之外 還有加護盾 然後另外加拉條 那第二招 就很重要 他主要來源來於 二三四 就二招 小招 大招 被動的部分就是 他 一開始 就賦予了自己一個狀態 叫二零 對 那行動結束後 會再切換另一種狀態 OK 所以他二零跟中魂的狀態是 一開始二零 然後再來就是中魂 對 他會切換的 好 那二零狀態下呢 就是 幫隊友 一定是幫隊友 的主動 使用主動技能時呢 獲得一成二零之力 然後效果兩回合 最多是加三成 所以這個狀態呢 他是無法被驅散的 然後也 是一個機制狀態 類似有點像仙機的感覺 對 所以他這個狀態呢 既然無法被驅散 也就是說 他是一個常駐狀態 那成功狀態之下呢 看你是二零狀態 還是中魂狀態 然後賦予 就是友方的能力都不一樣 他這個是要這樣子看 比較清楚 那如果賦予友方的話呢 所以他攻擊力會提高 然後是夏亞攻擊力的10% 然後攻擊穿透 會是夏亞效果抵抗的50% 換句話說 夏亞要衝的是他的攻擊力 還有效果抵抗 這是二零之力 因為二零之力可以 就是由夏攻擊力的10% 給友方嘛 然後再來就是 效果穿透 會是白夏 的效果抵抗的50% 那中魂之力呢 就是防禦力的部分 防禦力的話也是 白夏 攻擊力的10% 那後面這個是一樣的 效果抵抗是 效果抵抗的50% 所以一個是 加攻擊跟效果穿透 一個是加防禦力跟效果抵抗 那一樣 來自於攻擊力跟效果抵抗 所以白亞的攻擊力跟效果抵抗 在磁條上面 就是最優先的兩個順序 剩下的看你要 看你要速度 也可以 我覺得速度也是一個來源 或是你要加強他的雙防 或是受傷減少 都可以 但是攻擊力跟效果抵抗 一定要是優先 兩個磁條都有 然後最好這兩個磁條都是 S級 那至少A級 對 那 如果你 跟我一樣運氣很差 那就是 先求有再求好 我目前是這樣的狀況 我都是目前是兩個都是 A級有少副分幾個 是B級跟C級 就很好用的 真的就還蠻好用的 那其他磁條 我就是塞了一些防禦磁條 比如說物防 魔防 受傷減少是優先的 然後再來速度 然後生命力 好 那再來我們往下看 它的五星的效果 我覺得這隻要五星 才會比較好用 那我現在四加一星的話 是很好用的 可是我覺得五星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依照我的抽獎的運氣來說的話 我可能抽五星要抽兩百次 十抽 對 可是如果兩百次持抽的話 我後面的鈍錫枝 然後妖果跟就是絕命就不夠了 那我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就是目前的抽獎 就是戒指來講的話 我就是先抽一百抽 那全力放在絕死絕命 對 那至少我把它抽到四加一星 然後加中間歪中一隻 鈍牙 還是要重複提醒 對 好 那它的五星效果呢 就是每次獲得中魂之力或 惡靈之力 就是你幫友方 下buff的時候 因為你自己原本就有惡靈跟中魂 那你也可以給自己下惡靈跟中魂 那效果一樣 就是要嘛提升攻擊跟 效果抵抗 要嘛提升 防禦跟效果抵抗 OK 這沒有問題 好 那 五星的部分 它會在 就是有你帶有其中一個惡靈或中魂之力喔 不是他自己的那個惡靈或中魂的狀態 之下呢 會有個靈魂環繞的狀態 靈魂環繞的狀態呢 又是一個buff 它是一個可以提高效果抵抗 然後被附加簡易狀態使扣除狀態 來抵擋此次附加 比如說 比如說 比如說你已經五星了 那你有一隻角色被賦予二靈 那它就會再有一個靈魂環繞 這樣 靈魂環繞 我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還沒有 那這個靈魂環繞呢 可以提升角色的10%的效果抵抗 如果對方 如果對方要驅散清除 偷走你的這個大幅的話呢 會用靈魂抵抗這個先去消掉 那你的惡靈之力還在 或是你的中魂之力還在 對 所以它這個是有一點先買保險的意思 然後如果對方來攻擊你的話 這份保險就給他了 好 你可以這樣理解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小招 小招是對友方單體目標 發動抽魂療法 抽魂療法就是說 它會抽取 我們友方20%的生命值 那如果生命值 最少 少於20% 它會幫你保留一點生命值 然後賦予 它就是白下的144 攻擊力 然後再加上120%的護盾 生命值 加抽取生命值的128護盾 也就是說 它如果跟生命值一起出征的話 生命值較高的 比如說其他的牧師 對 其他的補師一起出征的話 那那個護盾會非常的厚 然後 有一些 有一些 騎士 我知道 大家都會 以 物防 跟生命 為兩個主要磁條 那 這樣子他跟那些坦克 一起出來的話 那他的那個護盾也非常厚 因為是抽取出來生命值的120% 如果是 120%的話 那就是 1000 就是 1120 那100的話就是 再多20% 對 我沒有算錯 是這樣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攜帶抽取療法的角色 還可以 再增加 武士目標 115%的 防禦力的一個攻擊 那我講過嗎 這個遊戲裡面有三個 一個是真實傷害 一個是 武士防禦力 然後一個是 傷害增加 跟 攻擊力增加 應該四種狀態 那這四種狀態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 無視防禦力 那 增傷我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目前的增傷只有 蟲盾 那 傷害增加是高於 攻擊力的 但是在白夏這邊的話 你就是要以攻擊力為主 因為他不是以 傷害增加為主 所以如果 磁條部分 你可以這樣選 那 因為磁條沒有選 無視防禦力這一塊 所以 他的抽魂療法 這個 無視15%防禦力 就會顯得 非常的 壓霸 再加上 絕食絕命 或者是說 絕食絕命 加上終結 或者是說 你的一些 角色 加上終結 再加上這15% 那個效果是 看得出來的 好 那抽魂療法只是 暫時抽走 你的生命力 他是會歸還的 在這邊有說明 他會儲存 就是 被夏提亞 抽取的生命值 時間結束的時候 就是返回 被驅散 則不會返回 那也就是說 白夏很怕被驅散 好 那等一下會講 他會不會被驅散 這就要看大招的部分 那這個 抽魂療法 基本上可以常駐 因為他這個是一回合 如果你等級升到2的話 是只剩一回合 也就是說你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三回合 那就是 第一回合抽取 那第二回合冷卻 第三回合抽取 那第二回合幹嘛呢 第二回合就是要放大招 為什麼要放大招呢 我等一下會說 因為這跟 抽魂療法會不會驅散有關 好 那如果 升到緊繃的話 就是剛才講的 144加120%的護盾 好 那抽魂療法呢 545%的防禦率 這剛才也講過 那大招 他有隊長技跟 專屬五光要講 都是很值得 推薦的一隻角色 大招的部分 靈魂禁止 好 圈梯友方 獲得 夏提亞100%的護盾 而且是看攻擊力的 所以這隻就死堆 攻擊力跟效果抵抗 是就對了 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別的 就是攻擊力跟效果抵抗 那技能前 夏提亞獲得 靈魂禁止狀態 的持續兩回合 無法被驅散 也就是說 你第一回合 抽取 當 敵方 友方 看到 你有 你有那個 抽魂療法的時候 他第二回合 如果 如果不驅散的話 你又放了 靈魂禁止 那 你就有 兩回合 就是 三跟四 是不會被驅散的 那你第三回合又 放了抽魂 好 那你這樣 靈魂療法已經 度過一回合了嗎 所以 你第四回合 你第四回合就很重要 第四回合 也不會被驅散 所以這邊就是 空白 那第五回合 跟第六回合 那此時的靈魂禁止 已經過了 三 四兩回合 所以第五回合 是 處於 你要放 抽魂 或是靈魂禁止 都可以 就等於說這是一個亂 你有發現嗎 我想要講四個 抽 零 抽 空 然後 抽 零 抽 或是你第五回合想要放 靈魂禁止 也可以 先做 保險 因為對方如果有驅散的話 我覺得你第五回合可以放 靈魂禁止 讓對方無法驅散我們的 抽魂療法 好 就這樣 那 靈魂禁止這邊有寫嗎 就是無法驅散 無法被選中 無法被控制 這樣子 好 那該狀態下呢 同時擁有惡靈跟中魂的能力 所以你也可以第一回合放靈魂禁止 然後讓他擁有惡靈跟中魂 然後你再用抽魂 然後第三回合的部分 就會變成說 你一定要抽魂 那第四回合 都還在冷卻 所以你第四回合就非常危險 我只能這樣說 你看喔 如果你第一回合用靈魂 1 2 3 4 5 6 那因為他要 靜置三回合 然後你 第二回合用抽取 然後這邊的話就等於說 第三回合是 沒有任何動作的 等等 沒有 好 那第四回合 再用抽取 那你第五回合 就可以放靈魂禁止 這樣子 可是因為這個狀態 靈魂 靈魂禁止的狀態 只有兩回合 所以這個兩回合 所以這個兩回合 就沒有事 所以第四回合 如果對方 用了 驅傷或幹嘛 你就很容易 沒有辦法 藏住你的狀態 所以我的建議還是用 抽魂 然後加靈魂禁止 對 好 那 因為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保險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現在是四星狀態 四星的話呢 就是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加強版 就是概念那個 提前獲得 靈魂禁止狀態的加強版 好 會為隊友同時附加兩種狀態 可是他並沒有說是哪兩種狀態 對 可能是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附加哪兩種狀態 因為這邊沒有寫嘛 那我在猜測可能是 傷害提升 或是爆擊力提升 然後 六星的話 這個附加兩種狀態 會持續兩回合 所以如果是四星的話 可能就是 傷害提升 跟爆擊力 傷害提升 然後一回合 可能是 好 那六星的話還可以 所以 主要目標 的其他目標 有固定幾率 所以他不看 效果穿透了 他就是 30%固定幾率 會有 其他目標 不是主目標 其他目標 對 因為主目標已經擁有了 傷害提升跟 爆擊傷害提升 所以就是其他目標 其他目標 各自有30%的幾率 有 傷害提升跟 爆擊傷害提升 然後持續兩回合 那因為他不是 基礎幾率 而是固定幾率 所以你再怎麼加 效果穿透 是沒有用的 這一隻 你看了一下 你會發現 他如果 帶效果穿透 是沒有用 因為他很多技能 都不是看效果穿透 都是一定會施放傷 然後只有這邊會看 固定幾率 對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護盾的厚度 四星的話就是百分之百 護盾的厚度 這邊上面也有講了 只要下面更新 他就直接往上更新了 那冷卻一回合 所以他也更新了 原本是要四回合 好 這一次大概就講完了 所以就是他有 為自己買保險的 靈魂禁止狀態 然後再用 用上 抽魂療法 這樣子的話呢 他再怎樣都不會被驅散 因為現在驅散是 蠻主力的一個玩法 對 雖然什麼燃燒隊啊 什麼 可是他出這一次的話 就表示說 你一直加debuff的話 已經開始有角色出來 是可以抗拒那個 驅散啊 清除啊 控制啊 這一些 那他的隊長技呢 你可以把他想像成 是 盾牙的先機 對 把盾牙的 六星技能 放到他自己的隊長技裡面 然後多一個隊長技的技能 開場時呢 有方獲得護盾 額外再獲得一個 夏提亞攻擊60%的優先驅散的靈魂護盾 持續兩回合 那靈魂護盾被驅散或擠破時 獲得一個惡靈之力或中魂之力 那夏提亞當前狀態而定 靈魂護盾不可疊加 也就是說他一開始出來的那個靈魂護盾 是綠色的 對 每一隻角色 都會有一個 綠色的護盾 好 那這個護盾呢 是不可以疊加的 就是 盾牙的先機的一個護盾 那盾牙的先機的護盾 是可以疊加的 這個是沒辦法的 那他破掉之後呢 還有一個惡靈之力或中魂之力 那剛才講了 惡魂之力跟中魂之力的話 就是攻擊效果抵抗跟防禦 跟效果抵抗 攻擊跟效果穿透 跟防禦跟效果抵抗 對 好 大家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那因為他是隊長 所以他的隊長技的靈魂護盾呢 也是一個買保險 因為他這邊就是一個 爭議狀態 然後優先被驅散 這個跟靈魂禁止很像 所以如果有他來當隊長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要驅散 白下的技能是蠻困難的 除非你的那個驅散是常駐狀態 不然由他當隊長 然後再由他的靈魂護盾一層保護 那靈魂護盾持續兩回合之後 又有個靈魂禁止 所以他一直在反覆橫跳 對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他的 專屬弧光 專屬弧光呢 是 白下每進行四次行動 就可以獲得額外一個回合 每次行動自身攻擊力提升5% 最多 增加15% 他這個跟 拉條不一樣 也跟推條不一樣 推條目前 會推條狀態已滿 可是拉條目前我沒有看到 拉條狀態已滿的狀況 對 那由那個 由亞 就由客 由 由 由俠 亞烏拉 可以看出 因為他的只要 觸發到感電 他就可以一直往前推 對 這應該是有目共睹 可是他沒有 我沒有看到 就是他的往前推是有 中指狀 就是有個鏡頭的 那這個白下呢 更可惡是 他都會給自己另外一個回合 然後 每次行動自身 攻擊力提升5% 這個5%呢 又可以加在 他的那個 抽魂療法裡面 所以他就是 一定會給自己 加上防禦力 或是給自己加上攻擊力 那 剩下來就是看你的效果抵抗強不強 要嘛就是加效果穿透 要嘛就是加效果抵抗 這樣子 所以 他的弧光也是要 抽的至少一行 那如果你有 能力的話 就是 看可不可以六行 會比較好 好 這一集講了快30分鐘 27分鐘了 好 就這樣 愛你們囉 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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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